好主播高雄人武區的一處寒洞呢 有一輛貨車在開進寒洞的時候 這個限制的高度呢原本是可以同行的 但是呢一進去到寒洞裡面發現車頂和寒洞的天花板幾乎一樣高 甚至呢在開車的時候呢還會摩擦到車頂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狀況 那可以看到呢這個貨車行駛的速度相當的緩慢 就怕整輛車子呢是卡在裡面沒有辦法動彈 但是明明限高沒有問題為何還會摩擦到天花板 有其他的駕駛是懷疑可能是因為在這個維修鋪路的時候呢 沒有將原本路面的柏油給刨除就直接鋪上去了 那造成這個路面呢越墊越高 那造成這個寒洞的高度就往下降 那也可以看到這個天花板有很多磨損的痕跡 也造成不少小貨車司機的困擾 那每次要通過這個寒洞 恐怕就會有被卡住的風險 以上目前最新先把鏡頭交到棚內 就這樣吧 絕對這就有個寒血的風險 都沒有 valves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我相信你是大大的風險 明天花板在墊上去了 我相信大家都是有很多地方的 那麽我相信我不會再給大家 找到這段聲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